这个光看就觉得很强 这个看起来很厉害 我跟你讲 今天吃完你一定会 哇哇哇连哇三连 这个可以 这个是 嗨 我是薇薇 嗨 我是薄园 欢迎收看 你的试吃源已上线 头脑也太好了吧 我还想不到他讲什么标题 是啊 不过说真的 你准备的这些 看起来很厉害 我跟你讲 我准备的这些 不只我们吃得到 你们也吃得到 只要12月29号 30号 来到我们关渡人文艺术周 我们的蔬食市集 你们都能够尝到 真的太赞 先偷偷说 免费吃 不过说真的 你准备的这些 这个还是炸菊 蔬食 真的 真的 它这家店叫做书醒 书醒 是不是很好听 真的听得都让我书醒起来了 我跟你讲 吃的也才会书醒 真的 试试看 试试看 你们看 它就是用那个豆包下去做的 然后上面有裹着这个韩式的酱 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的韩式炸菊 但是打开里面内有钱盔 真的 我看看 这个味道 我跟你讲 今天吃完你一定会挖挖挖连挖三连 这好好吃喔 是不是 就是韩式炸菊 你眼睛闭着 你咬下去 你真的会以为 这是肉吗 可是很莫名的是 你明明眼睛看也知道它的豆包 可是它这样可以做出那个味道厉害了吧 然后这个酱 我觉得花容点睛超级香的 真的 就是你们想象中还是炸菊那个味道 对 真的就是那种韩式有点甜咸甜咸 然后带有一点点的辣味在里面 没错 我跟你讲 来 这个值得挖吗 这个可以 挖挖 好 接下来的第二道 它非常厉害的点是 它是做了蔬食 已经超过20年的义式烘焙厨房 但是义式烘焙厨房 它今天做了长得有点像润饼的东西 润饼 对 是润饼 它不是润饼 它叫什么 它是港式腌肉鲜酥荷叶饼 试试看 你们就去去右上线 来 这不会挖挖的 它不只外观长得像润饼 它里面长得也像润饼 真的 试试看 它里面很清爽 但是它这个 让它里面的这些配料 就是一样有豆包 然后有蔬菜跟红萝卜 然后跟它的酱 也很香 还有香菜在里头 这香菜还蛮加分的 就让它整个味道都 就是又提出它的层次 试试看 它吃起来真的是一种 完全不会腻的感觉 不会 你吃完整个也不会腻的感觉 怎么样 这个值得挖吗 这个可以 我觉得如果你在当天 你想要吃一点就是清爽口感的 但是又想要有点饱足的感觉的话 很可以选这个 对 如果不想吃沙拉的话 可以直接吃这个很方便 一个润饼带着手 它不是润饼 它是荷叶饼 你看拿在手上这样子 就很方便吃 对 好的 第三个 这个名字一说出来 你 我们常常都吃了 它叫做果然会 我今天带你 这个花寿司很厉害 好 它叫做舒服综合花寿司 这个光看就觉得很强 这一个都是满满的芋泥对不对 对 你看 那我可以试吃一个 你们会打我的东西吗 有没有 你吃什么啦 豆皮寿司 你很喜欢吃豆皮寿司 你也帮帮忙 好 没关系 等一下试吃口感给你说 这一个芋泥的 我先告诉你们 OK 我看到了 它就是寿司皮 然后它外面裹着一层 一层很厚很厚的芋泥 然后这里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它应该是地瓜泥在里头 然后还是有一些蔬菜 我来试试看 你好像把人搞得很糟糕 对 碎掉了 对 怎么样 那我可以吃你旁边这个吗 可以 很好吃 而且它的芋泥 一点都不会腻口 也是做得很清爽 然后又不会太甜 它就是有点甜甜咸咸的这样子 然后搭配腌酱料在里面 所以吃起来有点咸咸的这样 然后旁边还加了酱瓜 跟小黄瓜一起来提鲜 然后那个地瓜超级甜 我只会说这个芋头的味道 真的是真的芋头 它不是那个假的芋泥 你知道吗 它是真的芋头 不过说实在的 汪柏远 这个你确定吗 这是芋头 你看仔细一点 芋头 芋头 这是芋头 对 芋头 这看起来超像芋头的 你们各位 你看 你戴着一个蔬食的眼睛 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芋头可以这样做 真的 你吃一口 上面这是什么酱 鸡酱吗 这是一个创意的料理 但是你不会对它扣分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芋头很特别 它吃起来就是清爽 然后你喜欢豆皮寿司的人嘛 所以那个白饭 其实原本的寿司白饭 就有点甘甜甘甜这样子 然后搭那个芋头就是它又有嚼劲 它吃起来呢 你真的有可能会以为它就是好提味 对 真的很特别 但是瓜葛好像 怎么那么像 所以我说它是创意料理 挂吗 这个可以 这个是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好啦 吃完了这些美食之后 最后一定要来一点点甜点 有没有看到这一道 饼干 对 手工饼干 而且它是用斑巴豆做的 营养价值超级高 也太棒了吧 这种食材 对啊 它这个饼干体呢 就是斑巴豆跟面粉 和在一起 哦 我以为上面看到的这个就是斑巴豆了 不是啦 这个是杏仁吧 杏仁片吧 应该是 对 你们看 嗯 有没有 所以具体来讲 你可能会吃不出斑巴豆是什么味道 对 但就已经很 但好吃 对 就已经很营养了 那如果你真的比较想要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你可以喝这个斑巴豆奶 哦 很有豆奶 对 你喝 你喝喝看 这就是豆奶的味道 对 就是豆奶 豆奶的味道 很浓的豆奶味 但必须说很好喝耶 对啦 所以 来来来来 这个应该也可以值得挖一次吗 嗯 可以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可以为它的营养挖一下吗 我当然啊 它这个营养价值我觉得很好很高 所以我得到了四个挖 太好了 你们看看啦 韦韦这个试吃特派员都已经给了四个挖 不要以为只是我们俩吃得到哦 你们如果来也可以吃得到哦 没错 那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说可以免费吃 怎么吃呢 有没有看到一个QR Code 给它扫描下去 就可以加入我们大爱之友 或者是输入这个网址 也是可以加入我们大爱之友 那么就可以预约我们300元的餐券 这个餐券就可以在活动的现场做使用了 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 12月30号下午2点有我说故事的时间 你可以去预约 或者是 好啦 2点20分 它也有说故事的时间 你只要预约我们说故事的时间呢 我们会各送出50张 一样是300元的这个餐券来送给大家哦 没错 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 只要预约得到 这些都是免费的 没错 但是数到有限送完为止哦 大家要赶快 收到来去预约了哦 预约预约吧 预约吧 好